真的是非常厉害 再来看体育消息 中华职棒和一大犀牛队的棒球情人高国辉 9月初因为左手腕受伤 所以下放二军调整 而今天上午呢 高国辉在一大二军和东南亚中华城邦队的比赛 打了三个席次之后 已经赶往台南跟犀牛一军会合 希望借有一军的比赛来调整伤后付出的状况 并且备战季后赛 虽然左手还包着绷带 一大犀牛棒球情人高国辉 在一大二军对战东亚运中华队的比赛 带伤上阵 他打了三个打席 之后就前往台南跟球队一军会合 准备借由一军的比赛 来调整伤后付出的状况 总结人是跟我讲说 就是用可能打两次然后休息 可能打半场然后休息这样子 的方式去慢慢调整 因为我们有很多伤兵现在 所以就是他也希望说 让身上有伤的人去 就是还是能够在球场上面比赛 维持球感 其实高国辉的手腕伤势还没有痊愈 不过手背方面不成问题 但他认为球队非常需要他的打击火力 他也希望能够赶快进入状况 为球队架起进攻火望 我不晓得现在到底回复几层 只是说就是因为我觉得是任带的关系 所以可能会比较麻烦 手背其实没有什么问题 对啊 只是说只是在攻击方面 就是因为最主要要对球队的贡献 其实还是要有攻击 对啊 所以就是希望是自己的打击 不要落差太大 球队后队高国辉 今年高国辉加入中华职棒 累计出赛八九场 打击率三成四七 打出了13支全雷达 两项出局都高居联盟第二 在他重返一军之后 势必能够帮助提升一达新牛 在球技尾声的竞争力 9点TV5加油孙传贤高雄报道